我们现在看一下契宗罪 这个也是天主教的一个重要的词汇 除了原罪亚当二娃 犯了罪影响到所有的人以后 以外我们也有七个不好的习惯 我们看一下它们是什么 因为在画中里面常常出现的 这个非常有名的画 你们看它有五个圈圈 中间有一个像一个眼睛一个眼珠 然后旁边有四个圈圈 它是什么 它是耶稣 然后复活的耶稣 然后说小心天主在看 我在观音山骑交踏车的时候 常常看到一些人 一些牌子说不要乱丢垃圾 因为生命都在看 一样的感觉 所以不要犯这些罪 不然的话你死掉的时候 你就会下地狱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几个罪 一个是骄傲 这个其实是恶魔的第一个罪 他自以为是比天主更美丽的 更好的 所以他就不要听天主的话 不要服从天主 所以才变成恶魔 所以superbia 这个是最可怕的 是第一个罪 然后有嫉妒 嫉妒 invidia 这个词的意思是 看别人 然后不高兴的 我看别人 比我快乐 比我有钱 等等 我就会不爽 所以invidia有这个意思 看 然后别人 然后很生气的意思 那这边是贪婪 avaricia 这边是 Ira 就是愤怒 愤怒很危险 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 就会造成一些 比如说杀人 一些可怕的行为 然后怠惰 就是 acidia 就是那个 懒惰 你看这边 有一个修士 他在睡觉 然后旁边有个修女 提供给他一个念著 说念经吧 不要再睡觉 然后贪食 吃太多 喝太多 吃不饱 然后这边是 隐喻 迷色 lusturia 然后在旁边 四个圈圈 有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碰到的一些 事情 一个是死亡 每一个人都要死亡 然后你们看 有神父 去给他病人 富有 那后面的 有一个天使 还有一个魔鬼 他们在 看看 到底这个人的灵魂 到底要去哪里 后面也有一个 骷髅头 就是象征死亡 然后 审判 我们死后 我们会受到一个审判 耶稣会按照我们的行为 审判所有的人 可是在末日的时候 我们的肉体也要复活了 所以我们在末日审判 也要复活了 OK 我们看这边有天使吹喇叭 然后有肉体 有一些遗体 复活了 然后要受到审判 这边是天堂 有一些做好事的 就要上天堂了 那有一些做坏事的 就要下地狱 所以这个是地狱 刚好地狱也是有分 七个宗罪的区域 像当丁的 在他的地狱里面 也有这样子分地狱 那 看看这个 你们觉得代表什么罪呢 我们看一下 它下面有一些火 所以它不舒服 那 看一下它的 表现 它的一些手势 你们觉得它是代表什么样的罪呢 我们上课的时候 我们就再看 这个巧托的 七个宗罪的版本 所以 我看你 在几乎 这一步 最后 我看你 在几乎 到了